林粉強加入行會剛剛滿四個月 偷步賣樓事件演變成非法提供迴勇 林粉強是否會成為梁振英管治班子入面 繼麥齊光之後第二個墮馬的成員呢? 有學者認為林粉強就賣樓事件 前言不對後語的言論 令事件急劇惡化 他未上電台接受訪問 說自己加勇金這件事之前 其實我相信公眾都不會太懷疑他有私人利益 往後再有官員出來幫他意圖拆彈的話 都沒有辦法在他處理賣樓事件 涉及佣金安排 或者說捐出哪些問題上 都沒有人可以幫他拆彈了 鍾建華又認為 廉署加入調查 已經損害林粉強個人和行會形象 無論是否入罪 他都應該考慮辭職 無論政府以至他自己都應該有些法律顧問 就著現在投訴的性質 以及投訴被入罪的可能性 對他做一些建議 如果在這個角度去說 我相信他們就算未上法庭 都應該有個初步的判斷 如果這個判斷是不利的話 其實我覺得他越早辭職就越好 當然如果判斷就說應該都不會有事 那這個就是第二個問題 就涉及他這個官司或這個調查 會遲到多久 還有根本跟著幾天 公眾會怎麼討論這件事 鍾建華說 接二連三有官員出現誠信問題 是嚴重打擊政府威信 他認為梁振英要在適當的時候 重組班子才有機會挽回民望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曾子倫報道 曾子倫報道 是 谢谢大家